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三为隐身意义的水 如流入流出的钱财 人们追求的大道 智慧等等 二 水需要注意哪些风水禁忌 在这里我们讲究的水三者兼而有之 一切能够借气纳气可以为人们带来幸福与吉祥的具有流动特性的元素都是藏风聚气的上等风水 那么这些水需要注意哪些禁忌呢 小酱汁 接下来为大家一一说明 一 外名堂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符合风水学原理的布局 例如一些大型的商场或者事业单位门前都有一个大型广场用来坐停车位 这个广场就可以被称为外名堂用来聚气生财 经营不景气的商城往往就是因为外名堂不够开阔不能聚气 人流量少才导致财运不济 住宅选择也是同样的原理 门前开阔建水就有利于家宅的财运提升 可以有催财旺财的作用 二 水流 在风水学上河流为流动的财 水库 湖泊都为财库 但不仅仅是有水流 湖泊就会生财旺财 只要满足水是流动的 水质还没有被污染 很清澈 并且距离适中也是有利于提升主人财运的 除此之外还需要去判断水流的方向是急还是凶 如果在住宅的朱雀位前方和白虎位右边有水流湖泊 那就是非常好的风水格局 对于提升财运是有一定帮助的 会使主人财运哼通 财运滚滚 三 道路 在选择住宅或者商坡的时候 也要注意周围的道路环境 造书中指出 气成风而散 借水则止 就是说呀 气遇到风就会被吹散 遇到水就会被融入 因此道路别可为水 但依靠道路聚气生财要注意一点 如果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过快就会变成风 不但不利于聚财 反而会导致钱财的外流 具体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 高架桥或者立交桥上的风水属于凶水 容易导致大家破财 住宅和商铺一定要避开此处 四 内明堂 在风水学上 内明堂是指住宅内部比较开阔的地方 例如农村院内的空地 客厅茶几和电视之间的空间 这个位置不宜长期堆积杂物 要空出来才能吸纳更多的财气 如果杂物堆积时间久了 还会导致主人事业不顺 钱财受损 因此为了提升财运和事业运 一定要把家中的内明堂打扫干净 才能吸纳八方之财 五 鱼缸 鱼缸既能够美化室内环境 还能够化水为财 为住宅催往财运 因此很多人会选择在家中摆放鱼缸 鱼赖水而生 所以鱼也输水 不一样的是 它是有生命的活水 所以鱼缸在家具摆放中呢 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首先 鱼缸一放在财位 不可放在神腔下面 唯正神下水 是不及的征兆 其次 鱼缸摆放的位置不宜过高 过高会形成淋头水 导致家人脑部疾病 过低会形成割脚水 易得腿部疾病 最后要定期给鱼缸换水 保持鱼儿健康生长 六 淋浴间 在风水学上来讲 洗浴间每天出水量最大 想要提升财运就一定要注意 洗浴间地板要低于室外地板 否则会造成水气 浊气蔓延导致家人生病 财运不济 另外 室内的浸出水管不要裸露在外 否则为蛇煞 不利于家人健康 可放置对应的风水法器来化解煞气 还有就是洗浴间洗漱完毕 要及时清理 保持干燥通风 七 山水画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布置一幅山水画 如果画中的水是流向门外的话 这就是不好的意象了 代表着家里的钱财会流向门外 容易存不住钱 如果这个水是流向家里的话 则是聚财的象征 如果画中是瀑布 在瀑布下面放一个水池的话 这在风水中叫做聚宝盆 代表着财会流在家里越聚越多 而如果瀑布下面没有水池的话 这是聚不住财的 代表化效巨大 三 如何利用水忘运 除了上面这些水需要注意外 其实只要利用一杯水 也可以简单地帮自己转运 接下来教友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做吧 一 床头放杯水 在睡眠质量不佳的情况下 可以在床头摆放一杯清水 最好选用陶瓷杯装满水 因为头部代表火的五行气场 而陶瓷中装水 则主安静 凝合 在降火气的同时 还可以平稳思绪 改善睡眠 而晚上睡觉时 人体会流失很多水分 在床头放杯水 早上醒来也可以直接喝杯水 排除身体毒素 二 电脑桌上放杯水 电脑在五行物品的划分上 代表着五行火 人们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的时候 往往会火气过旺 导致健康受损 因此 属于用电脑工作的人群 或者长时间需要面对电脑的人群 都可以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清水 用来降解五行火气 带来的不良影响 建议此杯水 想到可以随时补充水分 喝完后立刻再倒杯水 放回原处 让你实时补充水分 三 大门旁边放杯水 因为风水上有山管人丁水管材质说 所以水放在家中适当位置 会产生催材的作用 最简单而快的建脚方法 是大门旁放水 因为大门开启时 会把水所散发之气带入屋内 而水为材 即把材气间接带入屋 四 东南方放杯水 今年六百五曲星飞临东南方 因六百属金在五行相生的原则下 可以在东南方摆放一杯水 可以催旺财运 尤其对文职以外的工作者最为有利 像是技术型 劳动 管理职 业务 自行创业者等 五 八字火旺的人身前放杯水 所谓的八字火旺就是说 一个人的生辰八字里面 出现四 五 饼 丁 这些五行火的天干或者地支 如果八字中出现过多这些字的人 通常代表着五行之中八字火旗旺 因此在开会谈判交易的时候 最适宜在桌子上摆放一杯水 用来降级火气 水在家居风水之中占据主要条件 无水不为负 有水方有财 教友们在布置时要格外重视水的运用 才更容易收获财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